行政長官的選舉今個星期日就會舉行 大家很快就會知道選舉唯一候選人李家超是否可以成功當選 新一屆政府即將誕生 近日開始有人走出來 說香港過去幾年經歷了嚴重的政治動盪 認為需要修補撕裂,令社會復和等等 對於類似的倡議,老實說應該不會有人反對 香港人人都希望社會和諧,大家可以互相包容,互相尊重 這些大家應該都不會有什麼言義 問題是要修補社會撕裂 到底應該用什麼方法呢? 近日有人問李家超會不會特赦反修例暴動中被判入獄的年輕人? 相信背後的意思就是說,只要特赦年輕人社會撕裂的情況就會有望改善 年輕人對政府的態度亦可能會有所改變 對於類似的說法,本人在這裡表明 是反對再反對的 不是因為本人不希望修補撕裂 而是因為特赦暴動的犯人根本就不可以令社會變得和諧 首先特赦暴動犯 或許真的可以令部分立場激進的人感到開心 但我個人認為也是僅此意義的 特赦是不可以緩和立場激進者的仇恨心 反而令他們更認同使用暴力參與暴動的正確選擇 即使犯錯也會獲得特赦 第二點就是特赦,當然可以令到激進反政府者就開心了 但提出這類建議的人又有沒有想過一群受到暴動影響 對暴力抗爭心戶痛絕的人有什麼想法呢? 政府一旦特赦暴動犯,這群人會否支持呢? 內心又會否好過呢? 本人認為違法的人受到法律制裁 讓人人都明白守法和法治意識的重要性 這才是修補社會撕裂的最佳方法 年輕人凡事只要他完成刑期 而且真心悔改 香港社會其實人人都願意協助他們 讓他們重過身生 政府扶一扶這群人 對他們提供適當的支援和協助 這其實也是二之所在 協助以承擔罪責的年輕人重投社會 這才是真正可以修補社會撕裂的方法 另一點本人希望在這裡說的就是 要令社會復和 最重要是重建市民的守法意識 香港之所以出現嚴重的政治動亂 外國政治勢力的黑手 固然就是其中一個因素 不過更大的理由 是2014年違法佔領之前的幾年 有人開始在社會散播違法達爾的邪惡歪論 這種人在香港社會破下了為了政治 可以隨便犯法的種子 這種歪理深深在部分市民 尤其是年輕人的腦海生根發 2019年香港街頭隨處都會出現 中火、嘔打、凝毅、起底這些景象 這就證明了違法達爾的歪理 將部分人徒讀得有多深 香港社會要修補社會撕裂 前提是大家重新明白守法的重要 因為守法才是香港最大的公約數 老牌的反對派政黨民協主席廖成利 近日接受傳媒訪問 他強調民協要堅持和理非 即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在香港持久生存 他又說 該黨的路線一直都不變 認為忠誠反對派的路線 在一國兩制是行得通 若果走得太盡 是坎頭埋牆的 對於上述的說法 本人是認同和支持的 香港市民其實都是一樣 只要大家以合法的手段表達意見 大家的意見和聲音 特區政府都有責任去聽 普通市民是這樣 政黨也是這樣 即使是反對派政黨也好 他們其實仍然都有生存空間 可以繼續按照法例的要求 參政議政 反映香港市民的訴求 這個才是真正的復和 社會的傷口可以慢慢遇合 最後本人想提出一些觀察 其實那些要求特赦的人 其實由此至終都只是站在激進 示威者的角度去思考 他們沒有考慮到社會其他持份者的感受 也沒有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 口就說要修補撕裂 實際上他們只是關心手足的福祉 如果真心想香港社會復和的話 這種思考模式就必須改變了 想一想香港除了激進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立場的人士在 也只有這樣 香港已經暫時止血的傷口 才不會再次爆裂